然而,印刀双方竟能让临时常爆发流血冲突,且双方均指责是对方违法的停火协议。 就在近日,印刀标凡部队再次爆发冲突,在克什米尔地区,连续多余猛烈焦火,双方在焦火期间均有伤亡。 虽然印刀两国政府都知道克什米尔问题是随害印刀关系正常会的最大障碍,且双方违让克什米尔问题已经进行过多连的磋商。 但这一问题一直未能得到有效解决,而为了在冲突中不吃亏,印刀双方都能以来一直大力增长各自的军事力量,大力扩充军队,甚至都三人发核装备了核武器。 近年以来,双方更是纷纷拿出大笔的资金,采购更方先进的武器装备。 光丽球在前代的冲突,或战争中能力压对方取胜。 但从两国的均力对比和武器装备状况来看,印刀影显照应,这种差距随着时间的推移,目前还在变大。 众所周知,运动空军力竞多折,终于在2016年,以88亿美元的贴价,从法国采购了36架正风战斗机。 这款由法国把索公司生产的新一代战机,能够执行空战,对地和对海攻击攻击等多种任务。 号称全球最高效,最精力,最强能力最强的边缘图战机之一。 而首批阵风将在经营修复,印军分行员,以赴法国进行投讯。 在这批战机服役后,将上印军装备的上百将司,30MK2战机,将对巴基斯坦空军形成缘腰之势。 而巴基斯坦方面,并未放弃抵抗,除了大力购买和球购新战机外, 也在运进新型防空武器,应对运军的威胁。 近日,巴基斯坦军队,是射了从中国运进的列翁, 巴士远程防空搭带系统,运军准应重目标, 这表明这款防空搭带系统,已经能够部署执行战队任务。 据悉,列翁, 巴士是我军装备的红旗, 16的外销版本, 性能够由于运军目前装备的阿卡什等防空搭带系统, 且巴基斯坦引进的列翁, 巴士似乎使用的是增程型搭带, 射程能达到70公里, 然而对于射程有定于运军及其战机上的一些真确制导武器的射程, 因此并不具备选择优势, 而应对军方将引进了GF-400防空搭带, 性能更优, 由此来看, 未来巴基斯坦军方, 未来必须要做好应对更加严峻局面的准备。